张女士反言说 她在宁波一家杭州宝岛眼镜店里 配了一副眼镜 戴了半年眼睛又胀又痛 结果去另外三个地方验光后发现 眼镜度数出了问题 张女士说 去年11月 她在宁波美景路552号 这家杭州宝岛眼镜店 花了1000块钱左右 配了一副眼镜 她戴了半年多 觉得左眼有些胀痛 那腾跟胀的话 那我完全不认为是眼镜片的问题 我以为是因为上班嘛 现在大家都对着电脑 那有的时候偶尔不是 大家都喜欢看手机嘛 都会对眼睛会有影响 没有怀疑过眼镜片 完全没有 眼镜胀痛 怎么跟眼镜片联系起来了呢 张女士说 5月初 她去其他眼镜店 配了一副带有度数的墨镜 验光的时候发现 左眼度数不对 那一家测出来是左眼150 右眼是325 哦 那跟你之前的度数 度数就不一样 那你去宝岛眼镜那边 配眼镜的时候 她的你测出来是多少度 左眼是325 右眼是375 张女士说 两家店右眼度数测出来都差不多 但她之前在杭州宝岛配的眼镜 左眼有300多度 这跟她配墨镜时测出来的度数 相差了175度 她又去杭州宝岛 验了一次光 结果左眼还是300多度 她不放心 去第三家店验了光 第三家店测出来 就是说左眼125 右眼是325 那我就不想继续戴 那个原来那个眼镜 那我就让她 我说你赶紧给我换过来 换正确的 就不胀痛了呀 张女士觉得杭州宝岛眼镜店 把度数弄错了 希望对方道歉 并赔偿她更换镜片的400多块钱 但对方认为 店铺里的验光没有纤维性 张女士又去了宁波市眼科医院 医院检查的结果就是 左眼是负100度 100度的 右眼是325 所以说那个医院就跟我说 她说你新配的这个镜片 她说125的 因为这边是配的125 她说你可以戴的是OK的 眼镜呢 它是17年的1月15号配的 17年的1月15号 对 那么它等于是 相当于戴了一年零九个月 也就是2018年的11月4号 同样的度数 换了一副 那戴到现在也就 也有六个月了 六个月里面如果有赞通 那么我问你 17年到现在有两年半的时间 那这个怎么解释 王店长说 张女士来配过两副眼镜 两副眼镜 左眼都是300多度 第一副戴了一年零九个月 她觉得戴了这么长时间都没事 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这里 张女士表示 之前那副眼镜 左眼到底是多少度 现在只有王店长提供的店家记录 她不认可这个说法 王店长表示 张女士反应问题之后 他们给她验过一次光 当时发现张女士 左眼的度数不稳定 有200度也有查过 也有275也有查过 那么325度也有查过 不是很稳定 那现在就是后续过来 你们有没有给她再验过光 她不给我提供第二次验光的机会 她现在可不可以来你们这验光 你再跟她验一下 看到底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顾客了 我不介意她这样子去做 就你们也证明一下 看一下你们这 我不提 我不这个我不记得 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我在查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明明我这个能看的东西 你非得要看不清楚 那我怎么解释 张女士说 不能因为自己去其他眼镜店换了镜片 就不是这家店的顾客 毕竟她在这里消费过 王店长的意思是验光需要顾客配合 如果张女士故意不配合 那验出来的结果就不对 那么对于另外两家眼镜店的验光结果 王店长怎么看 那么我换位思考 接下来你说的 多数是这样了 那是不是就从理论上来讲 是不是已经变好了 两年多的事情谁都说过 那为什么左眼没这样 就是右眼没这样 左眼就这样 那这个是根据 根据她的用眼啊 各方面因素很多 那你们对于就是说 宁波视野科医院出的这个 你怎么看呢 我不记 我这个跟我也没关系啊 这个算不算权威机构 在你们看来 如果是说我们以双方都认可的 那我只是打个比方 但是对我是没有关系了 我如果我们双方都认可的 界定的一个机关 机构部门 那我们是认可的 我们有工商部门介入 我们双方认可的一家机构 那去查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对谁说 张女士把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还在等待处理 记者电话联系了 杭州宝岛眼镜总部 一位负责店铺加盟的吴经理表示 他会出面协调此事 之后张女士反馈 杭州宝岛眼镜方面 给他打了电话 向他表示的歉意 之后会跟他写上退费的事情 优宝红剑 其实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